哈喽,大家好,我是席婉君 上期我们说到教皇刺客片结束 沙之组织全员对圣域进行反攻 出发前,星矢与美岁月下道别 顺见到了仙女岛的同伴珍妮 她得知仙女岛已经被天蝎座米罗毁灭 就连师父也命上皇权 接着众人出发来到希腊圣域 由于教皇亚历士所处的位置位于圣域核心区 要想见到教皇就必须依次闯过环金圣斗士把守的十二宫 行动前,大家与子龙完成会合 可是沙之却被人暗算凶重不见 要想解毒就必须在十二小时内击败亚历士获得解药 另一边,艾欧里亚见到了亚历士提出质疑 她还与亚历士进行交手难分散下 激战中,处女座沙家出现在此帮助亚历士 沙家的实力极为强大 竟然一举压制了艾欧里亚 更过分的是,亚历士还从背后偷袭艾欧里亚 随即,狮子座受到重创 大脑也被亚历士的幻容魔皇权控制 与此同时,星矢士士的人来到了第一座宫殿 白羊宫 在此,木卫大家修补了破碎的圣衣 她还透露,要想击败环金圣斗士 就必须爆发出第七感 这是小宇宙的真正精髓 也是取胜关键 之后,星矢士等人来到了第二座宫殿 金牛宫 所谓此地的是金牛座 阿鲁狄八,此人身形极为高大,力量更是惊人 不过,她看出星矢等人有着自己的信念 并非邪恶之辈 因此,阿鲁狄八处处受下留情 没有使用权力 也是在阿鲁狄八的锻炼下 星矢首次领悟到第七感 她不仅反弹了阿鲁狄八的光束拳巨型号角 更是一刀斩断了金牛座的牛角 就此,星矢通过了金牛座的考验 子龙等人也在后续获得认可 闯关成功 接着,众人通过金牛座来到了双子宫 这座宫殿是一个迷宫 为了争取时间,星矢等人冰封两路 未曾想到 两队人马都各自遇到了双子座黄金圣斗士 奇怪的是 无论冰河怎样进攻 双子座都能原样反弹 其实,大家眼前的双子座乃是教皇用意念制造的幻象 一旦你对他进行攻击 就会遭到同等反击 对此,子龙犹豫双眼失明 反倒感应灵敏 他带着星矢直接走过双子座幻象 自然破解迷宫来到出口 而冰河这边 他和顺一度被幻象反击到怀疑人生 他们甚至还被放逐到异次元空间 危机关头 卡龙岛的衣灰用意念对抗亚历士 这影响了双子座的幻象 让顺脱离危险 在此之后 顺也首次觉醒第七感 他用星云锁链粉碎双子座 隔空攻击亚历士 在诡异的空间能力下 顺甚至还从远方带回了一串教皇念珠 就这样 顺也闯关成功继续前进 同时 脱离异次元的冰河 则是出现在第七宫天秤宫 没想到 水瓶座的卡庙同样出现在此 他还有着另外一重身份 那就是冰河的司祖 谁知 司门爷村之间开启了一场大战 其实 卡庙希望冰河能够忘记母亲的伤痛 领悟出第七感 然而 冰河却无法做到 并败给了卡庙的曙光女神之宽束 战后 冰河的小宇宙彻底熄灭 卡庙则是将其封印在冰光之中 另一边 星矢等人来到了第四宫 巨蟹宫 此战 子龙留下对付迪斯马斯克 战斗中 迪斯马斯克展现出邪恶本性 他的手中常杀过无数人类 由此形成的 基斯器强大无比 仅仅一个照面 子龙就被打入环拳 面对死亡 好在 雅典娜的灵魂在环拳鼓励子龙 让其恢复正常 不过 迪斯马斯克的实力 仍旧碾压子龙 他再度使用基斯器 第二次将子龙打入环拳 这次 春莉的祈祷声唤醒了子龙的神志 而迪斯马斯克 则是用意念 远程攻击春莉 此举彻底点燃了子龙的怒火 受到刺激的他还在战斗中 领悟到第七感 只见子龙爆发出强大的实力 一拳就干翻了迪斯马斯克 得势不饶人 子龙还向着对方施展 欧拉欧拉 然而 在一阵暴风雨般的猛攻后 迪斯马斯克仍旧没有倒下 由于黄金圣衣的加成 他甚至用滔天怨气压制子龙 危难之际 黄金圣衣居然抛弃了迪斯马斯克 原来 由于迪斯马斯克太过邪恶 圣衣已经不再认主 为求公平 子龙也爆开了自己的圣衣 他用如山生龙把 大破击尸气 一举击败对手 就这样 子龙将迪斯马斯克 大弱环拳 创官成功 他还因为第七感而恢复势力 重建光明 与此同时 星矢来到了第五宫 狮子宫 当前 艾欧里亚 由于受到操控 变得邪恶黑暗 他对星矢毫不留情 招招夺人性命 不过 星矢也在战斗中成长 他已经能够看穿光束拳 并用更快的速度 反击艾欧里亚 这一瞬间 不仅牛顿为其点赞 爱因斯坦更是惭愧的 关闭直播 但是 艾欧里亚 却点燃了熊熊怒火 他找到一个机会 重创星矢 让对方 鬼谷折断 随之 星矢再也不是对手 只能勉强抵抗 萨尔娜这边 卡西欧斯 一直在照顾着他 过程中 卡西欧斯 感知到萨尔娜 对星矢的爱意 他立刻出手 将萨尔娜打晕 离开房屋 很快 卡西欧斯 就来到狮子宫 当前 艾欧里亚 正对星矢 使出杀招 眼看就要 夺人性命 千军一发之际 卡西欧斯 居然胆在 星矢身前 狼下艾欧里亚 原来 他早就爱着萨尔娜 并愿意为其 献出心脏 然而 黄金圣斗师的实力 无可匹提 仅仅一招之后 卡西欧斯 便就身受重伤 他还为星矢 挡下致命一击 而代价 却是生命 此刻 星矢被 卡西欧斯的 行为感动 他再度 燃烧小宇宙 看穿了 艾欧里亚的 光束拳 接着 星矢月之高空 天马流星拳 从天而降 就这样 星矢击退了 艾欧里亚 后者也因为 卡西欧斯的死亡 总算恢复清醒 随后 紫龙和顺 也来到此地 他们陪同星矢 出发下个宫殿 一回这边 他先是击败了 沙迦的 两位酱油徒弟 再次从加农岛 出发前往圣域 支援星矢等人 圣域中 星矢一行 来到了第六宫 处女宫 说起来 处女座的沙迦 号称是 最接近神的人 传闻中 只要沙迦 睁开眼睛 所有人 都会死在 他的招下 很快 星矢三人 就与沙迦 正面交锋 然而 沙迦仅用一招 天魔降伏 就将众人 打晕在地 危难之际 一挥瞬间杀到 救下大家 如今 一挥的实力 大有提升 已经能抗衡 沙迦的普通招式 就算是沙迦 开启的六道幻技 一挥也能 从中解脱 可是 沙迦 却还有绝招 六道轮回 此招 一举将一挥的 圣衣打碎 更让一挥 被名言烧尽 就在这时 一道烈焰身影 却再度出现 不思鸟一挥 竟然浴火重生 凤凰灭盘 见状 沙迦决定 睁开双眼 用出最强奥义 天舞宝伦 此招 能够剥夺一挥的 全部五感 以及第六感直觉 这一瞬间 一挥除了心脏 还在跳动 已经等同于 一具尸体 但是 一挥却在此刻 觉醒第七感 强大的小宇宙 甚至超越了 沙迦的极限 其实 一挥是故意 被夺走六感 为的就是 积蓄力量 只见 一挥从背后锁住沙迦 他要引爆自己的小宇宙 将沙迦送入 极乐世界 就这样 最接近神的沙迦 被一挥封印 星矢等人 则是寒泪赶往 第七座宫殿 天秤宫 很快 大家就见到了 冰关中的冰河 同时 同虎也送来了 天秤座圣衣 藉此 紫龙劈开了冰关 将冰河交给顺来照顾 接着 他就和星矢赶到第八宫 天蝎宫 再次 紫龙二人遭遇了 天蝎座米罗 由于双方对第七感的领悟 差距极大 米罗使用星红毒针 立刻就将紫龙和星矢重篡 就在这时 一道寒气 却震惊米罗 没想到 冰河竟然被顺 点燃小宇宙 复活重生 此刻 冰河燃下了米罗 冰烂同伴先行离去 如今 死而复生的他 实力大有斩尽 就连米罗 也不得不拿出权力 面对冰河 只见 双方都施展绝招 钻石星辰 大战星红毒针 起初 冰河用冰 封印了米罗 然而 米罗却爆发力量 冲破封印 他还不断用星红毒针 攻击冰河 让其身重剧毒 雪花事件 不过 冰河完成的斗志 这时米罗决定彻底杀死冰河 作为对其最大的尊重 恰在此时 冰河却想起母亲 并领悟出第七感 随即 两人同时施展绝招 彼此攻击 这次 冰河再度被米罗刺身 无力再战 可是 米罗也同样被冰河的寒气 冰封了新命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冰河已经取胜 而且 他还在凭借意志 向前爬行 终于 米罗被冰河的精神感动 他开始为冰河治疗 看看他究竟能走到哪一步 另一边 其他的青铜圣斗士 也感到圣域 在众人和城市的守护下 沙芝免于被邪恶圣斗士侵犯 同时 大家为沙芝带来了 女神权战 这根权战还战犯光芒 并召唤出射手圣衣 一时间 所有圣衣都产生共鸣 射手圣衣还来到射手宫 在此之后 心死四人都感到此地 在圣衣的指引下 大家看到了艾欧洛斯的托孤遗言 并且通过了射手座的考验 继续前进 接着 众人来到了第十宫 摩羯宫 这次 子龙独自拦下了摩羯座的修罗 没想到 修罗的拳风 犹如开刃的圣剑 仅仅一个照面 子龙就被切割 受伤不轻 过去 就连艾欧洛斯 也是因为被修罗击伤 导致身亡 回到现在 子龙爆发出小宇宙 与修罗死战不退 然而双方的实力尚有差距 修罗甚至用手刀 切开了子龙的天龙圣衣 危机关头 子龙师长空杰白刃 狼下了修罗的手刀 他的小宇宙 甚至超越了修罗的想象 之后 两人又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过程中 子龙以心脏为代价 重创了修罗的左臂 他还想起了一个 需要用生命发动的招数 此刻 子龙爆发出一晚无前的气势 他用胸肌夹住了修罗 刺向心脏的手刀 并当起一举斩断 接踵而至的 就是子龙的最强一击 如山 看龙吧 只见 索隆锁住修罗 冲天而起 他们一举来到宇宙太空 面对无尽杀鸡 这时 修罗从子龙口中 听闻了杀之的真实身份 他突然醒悟 自己曾经 居然差点杀死了雅典娜 这一刻 修罗开始忏悔自己的行为 不过 他与子龙都已身处天际 化为流星 消散天地之间 与此同时 星使三人 来到了十一宫 水平宫 此地 冰河再度见到了卡妙 随之 他让星使二人先行离去 自己留下 对付施主 这场战斗 卡妙再度用出 曙光女神之宽数 然而 此招却被冰河破解 因为 同一个招式 无法对圣斗士生效两次 接着 冰河还在战斗中 不断降低自己的 寒气温度 他甚至能达到 绝对零度 并且冰冻卡妙的 黄金圣衣 无奈之下 卡妙决定用最大功率 数关女神之宽数 攻击冰河 哪曾想到 冰河居然也领悟此招 两人互不相让 发动进攻 最终 卡妙跟冰河击败 其实 他一直都在引导冰河 领悟更高的境界 只不过 这份引导的代价 却是卡妙的生命 另一边 星使和顺 总算来到了 最后的宫殿 双鱼宫 为了争取时间 顺独自留下 对付双鱼座 阿布罗迪 其实 阿布罗迪和顺 还有着血仇 早前 正是由于阿布罗迪的偷袭 顺师父 才会被米罗杀害 所以 如今的顺 散发出 完全不同的气场 就欲为师父报仇 起初 顺并非阿布罗迪的对手 他被皇家恶魔玫瑰 一举动篡 就连武感 也被剥夺 不过 顺却展现出 强大的意志 再次战起 他还用心银锁 反弹了恶魔玫瑰 击伤阿布罗迪 作为应对 阿布罗迪 防守用出 黑色的 石人鱼玫瑰 此招 终于突破心银锁链 更将顺的圣衣 彻底粉碎 但是 顺并未就此放弃 反倒展现出 惊人的小宇宙 原来 顺一直都不愿伤害他人 刻意压制 自己的力量 而在此刻 他终于解放自我 并用心银气流 重创 阿布罗迪 这样的伤痛 让阿布罗迪 极为愤怒 他取出了白色玫瑰 准备夺人性命 最终 阿布罗迪 败给了 星云风暴 殉命当场 然而 顺也因为吸血玫瑰 生命垂危 星矢这边 他在前往 教皇宫的玫瑰路上 被毒花粉 剥夺五感 好在 魔灵突破重围 出现在此 他用面具 为星矢阻断了 花粉之毒 总算让星矢 恢复健康 不过 魔灵自己 却被花粉入侵 无力前进 接着 星矢用天马流星拳 粉碎了所有玫瑰 他还将魔灵 交给萨娜 并且赶往教皇宫 很快 星矢就来到教皇面前 没想到 教皇此刻 居然一脸慈弦 他为自己的 所作所为忏悔 并指引星矢 要用女神之盾 才能拯救杀之 接着 教皇又突然 灵阵大便 头发也油蓝转白 原来 教皇的真实身份 就是双子座的萨迦 他有着两个人格 分别对应着 善良和邪恶 曾经的前任教皇 就是善良萨迦 而现任的教皇亚历斯 则是邪恶萨迦 当前 萨迦想要 激起女神权战 和女神之盾 以此他就能拥有 无伤力量 统治世界 随后 萨迦对着星矢发动进攻 他先后夺走了 星矢的五感 让其贪婪在地 与此同时 木用意念协助萨迦 从扭曲时空 带回依辉 如今 萨迦决定 让依辉赶去教皇宫 他想要看看依辉 究竟能开创 怎样的未来 星矢这里 他居然 再度起身 与萨迦对战 他不仅用光束拳 击倒萨迦 萨迦更是施展 天马回旋碎击 打落萨迦的 圣衣头盔 过程中 星矢一次又一次 被打倒在地 但他总能 再次起身 迎敌而散 恐怖的意志力 竟让萨迦 直接受惊 惊了又惊 之后 依辉也赶到此地 参与战斗 在依辉的帮助下 星矢从教皇宫的 女神向上 取走了女神之盾 接着 星矢还将盾牌的光 照耀在 沙姿身上 就此 沙姿总算在最后一刻 解除毒箭 恢复如初 这时 沙姿化身为 雅典娜 所有黄金圣斗士 也明白一切 跟随在 沙姿身后 而且 沙姿还先后救下了 子龙 冰河 和顺 另一边 星矢被愤怒的 颯迦 不断攻击 对方想要杀死星矢 以泻 心头之恨 千军一发之际 一挥出手 攔下颯迦 随后 沙姿也带着 大队人马 赶到现场 此刻 星矢小强们 联合出手 攻击沙姿 但是 对方的实力 更加强大 反弹招式 击倒 星矢小强 然而 星矢等人 却没有放弃 他们凭借 惊人的意志力 再再再次 战力起身 沙姿间 全宇宙 都为众人 直接受惊 接踵而至的 就是 星矢圣斗士的 最后一击 就这样众人合力 击败 煞加 战后 双子座圣一 还自行解体 抛弃煞加 同时 在沙姿的感化下 煞加的善良人格 逐渐恢复 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 力量和欲望 而是充满爱与阳光 最终 恢复善良的煞加 死在了 沙姿的怀中 他用最后的忏悔 结束了自己 罪恶的一生 到此 黄金十二公天 告一段落 星矢等人 拯救世界 但是 故事并没有 就此结束 未来 还会有一股 更大的邪恶 入侵整个世界 那么 等待星矢的 还会有 怎样的挑战 众人又能否 顺利化解危机 且听 下回分解 希望小伙伴们 能为视频 点赞支持 谢谢大家 拜拜